张震霖开场之后打得非常好 张震霖无常打 打得非常坚决 两个年轻球员 他们就到地方就打球 然后打球之后就休息 没什么事干 空卫 两个人不要交叉了 要打了 无常者坐演护以后 看怎么打 乖轮头 有了 好球 乖轮现在的定点投篮的能力 比起过去有了比较长足的进步 他以前是持球控球打 现在在定点的位置 好机会 没有传好 没接第一时间能够起 需要体重的资助 在辽兰的成长体系当中 你如果不 测试 打得很坚决啊张震霖 听到一个张震霖 张震霖开场之后打得非常好 张震霖无常打 打得非常坚决 这一波新锐 利用这个特殊的赛季 应该是有一个很好的成长期 三分球命中有点太高了 其实到目前为止北空的进步 他就这就很难下得来 像这种球都不是很好打的球 那这种空位 他们都投得进 这个就挺吓人 掉进来了 这个球被盖掉 王绍杰和李登 又差一点又超段 差一点又超回来了 好球 超完以后啊 张震霖的这一下也是非常清楚 直接往反方向拆 外线 还有 还有 还近呢 张震霖这个有点吓人 两个助攻四头全中 不是这个确实是打的人太软了 跑出来对 又是吴昌泽 这个很聪明啊 一个风带 低脚的机会 留着圈 真的很准 留着圈感觉 张震霖 张震霖的连续加动作 想法不错啊 出不住 好球 票啊 还是 给的出空位 刘如轩的固分啊 嗯 刘如轩今天的进气状况 非常的出色 刘如轩今天这个持球也非常多 还担当了很多组织性的任务 哇 今天梁寧的三分太吓人了 他被看作是 新一代的中国杜兰特 这个投射能力 有点吓人 蒋当然 哎 这个球不要拿不下来 哎 真的没拿下来 连续的 在下三路的正座方面 也就是辽宁队赢 哎 做转身就不够了 嗯 109对93 16分分差 输得心服口服 最终这场比赛的胜负悬念 还是没有任何撼动的机会 是 但是小将张震霖今天的发挥 尤其他的进攻成功率 我们可以通过这个数损统计 看得非常清楚 王少杰的进步 也在今天的比赛里面得以体现 好 好